神奇泡面每吃一桶就送一个妹子 今天给大家带来电影《马赛克的秘密》 马赛克是一个典型的宅男 在感情方面完全是一个小白 从小到大和他说过超过100句的女性 那就是他老妈 到了大学的时候 他终于遇见了自己的命中女神韩冰冰 韩冰冰人如其名 是个安静的冷美人 毫无恋爱经验的马赛克 根本不敢开口表白 这个时候马赛克的死党出场了 是由小白问他有什么特长 马赛克想来想去只想出吃泡面 于是小白给了他一箱恋爱泡面 说每吃完一桶泡面 都可以变出一个不同口味的女孩 做他的女朋友 只不过有一个副作用 那就是妹子只能够维持一天的时间 吃泡面送妹子 这怎么想都不可能啊 吃老婆饼还没见过送老婆的呢 马赛克将信将疑地吃着泡面 就在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打开门一看 俨然是一个穿着女仆装的罗莉 罗莉一口一个 咯咯的叫唤 喊得马赛克心里那个美呀 但是这个250不懂情绪 让罗莉给自己擦桌子打扫去了 罗莉十分听话 他说什么 做什么 而且无论他多臭屁 罗莉都对他大加夸赞 马赛克对罗莉满意的不得了 他十分享受被人依赖的感觉 但是很快罗莉就消失了 马赛克只好撕开了第二桶泡面 这次来了一个成熟的魅力女 然而魅力女性格却十分彪悍 一进来就对着马赛克和他的邋遢室友一通教训 魅力女为了让他有一个好习惯将他脱去健身 但是一不听话就要挨揍 这哪叫女朋友简直就是母老虎 不过在相处的过程中 马赛克渐渐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他知道魅力女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关心他 很快魅力女也不见了 马赛克赶紧打开了第三桶泡面 这次来了一个可爱的二次元变装女孩 一听说对方是一个coser 马赛克喜滋滋地想 那岂不是可以来一场变装秀 但是变装首先得有衣服 二次元女孩一次性买了十万块的衣服 而且还得马赛克帮他付钱 马赛克犯了难这么下去 他恐怕到毕业都得吃泡面了 二次元女孩建议他向父母要钱 无奈的马赛克只好先答应他 但是趁女孩去倒水的时候 打开了下一桶泡面 因为没有足够多的钱 他放弃了这段感情 马赛克显得有些沮丧 小白安慰他不是因为钱的问题 只是两个人不合拍罢了 他应该学会放手 好好享受下一段恋情 第四个妹子是一个机车辣妹 一来就带着马赛克逛了夜店 还带他上台在所有人面前跳了热舞 这在以前都是马赛克从来不敢做的 在这里他们遇见了被搭讪的韩冰冰 为了救韩冰冰 马赛克用自己的炫富发明撒出假钱 假钱一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马赛克趁机救走了韩冰冰 很快辣妹消失了 酒吧里的那些钱也全都没了 但马赛克却学会了勇敢 最后一个是酷似韩冰冰的泡面女孩冷冷 冷冷问道 如果自己比韩冰冰一样 甚至比她还更好 那她会选择谁呢 马赛克说冷冷对于她来说 更像是一场梦 是梦总会醒的 而韩冰冰却不会 但冷冷随即问道 她知道为什么韩冰冰会去酒吧吗 知道为什么人家总是那么安静吗 知道人家有没有喜欢的人吗 知道人家会不会答应她的告白吗 这些马赛克当然不知道 她对韩冰冰除了外貌之外 一无所知 冷冷又问了 万一韩冰冰永远都不会对她说 我爱你怎么办呢 面对质问 马赛克哑口无言 小白告诉她 很多事情并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 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去融入她的生活 韩冰冰去酒吧 是因为她喜欢的人在那里 她总是很安静 那是因为她是个哑巴 所以韩冰冰才永远都不会对她说出 我爱你 马赛克喜欢的只是自己想象中的韩冰冰 但是在经历了几个女孩的恋爱之后 马赛克开始明白了 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爱情 既然喜欢一个人 那不管是好是坏都会包容她的全部 她终于鼓足勇气去向韩冰冰告白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韩冰冰喜欢的那个人竟然就是自己 韩冰冰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她 每次马赛克偷看她的时候 她都在反光的玻璃里偷看马赛克 因为马赛克勇敢地走出了那一步 两个友情人最终走在了一起 所以在爱情来临的时候 千万不要却步 不然就只有错过的机会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